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SKY時事話的時候 今天要和大家談談葉劉 因為葉劉又在這裏說話 她說的話究竟對不對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她表示 政府計劃融合套區 作一個逆向隔離 或者會拖慢科技發展 這個說法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葉女士你是不是不可以不出聲呢 現在逆向隔離 其實最主要就是希望 做福香港現在很想回內地的市民 就可以達到一個情況 那個情況是什麼 就是不需要回內地隔離 而且不需要欠名額 可以快一點點 這是一個短期措施 葉太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這樣說 不過真的很奇怪 其實有沒有想過 葉太保留一個身份就算了 譬如新民黨的主席 立法會議員 以及行政會議的召集人 三者選其一 應該都不錯的 我自己個人感覺 不起物插一下 各位朋友 SKY有什麼看法 是 我的看法就是我看完他這篇這樣的宣訪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清晰 究竟他想表達些什麼 這個是最主要 因為很多東西好像葉向隔離這些 其實我們香港政府說了一定會做的 為什麼又會覺得有問題呢 又會阻礙香港的科技發展 我們講講一下香港的科技發展 我真的很想講 非常之落後 其實是誰阻礙呢 我想問一下 原來你都發覺 是有些事情是阻礙的 那應該就不關 我們如果拿了那個地方 拿來向隔離 是會阻礙的 香港只有這些地方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真的挺奇怪 有時候看完覺得 他還說很多方案 說出來的東西 我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你想表達什麼 你都要清晰一點 還有第二 身份的問題 你說這件事情 是不是代表我行政會成員 這些就是我交給特首的建議 說真的你給這些建議 他都不明白你想講什麼 又說什麼用一年 就會浪費了 那一屆政府就五年 不見了四年 大屆政府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 你不可以做快一點 這麼簡單 為什麼用舊的理念去看 所以他只有五年做四年 那代表什麼呢 我真的不覺得你又可以 給我們什麼資料 對嗎 沒錯 他提到 你知道科技發展很快 進步得很快 變成影響了我們的科技發展 又提到 未來將會有新田科技城 可以和內地的科技業銜接 但是現在呢 或者要再尋求解決方案 其實我覺得 劉淑儀女士 是很想指點江山的 大家知道 他就說 我已經不想再做特首了 其實做行政會議 召集人其實都很好 謝謝李家超 但是我們看到 葉劉淑儀女士 似乎發言和她的 講話和做事的方式 是有所不同的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 辜負了行政會議 召集人這個位置 還有 你覺得 現在政府是有五年時間 如果搞得一年 一年 那我不知道 這個粉嶺 高爾夫球場又怎樣 對於香港很多基層的市民來說 是不是上樓是最重要的呢 你在拖拖拉拉 在阻礙政府施政 我覺得這個問題 也是非常嚴重的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 我不知道Sky 怎麼看法 主要問題 一直都是我最關心的 如果你真的為民所苦 而去提出一些建議 我就覺得 是很應該的 但是的時候 在這件事上 似乎 標準 有待相確 是不是這樣說 Sky 真的很大相確 因為你始終 你的身份的問題 之前高爾夫球會 你都沒有備職 而去發言 已經發生了一些風波 我認為是不應該發生的風波 因為我覺得你是和政府唱對台 因為我們要防控 你又說不行 這樣還不是唱對台 你商量好才好講 因為你的政策 我覺得最好就是一致 既然如果你提的警察不好 我相信特首也未必會接納 但是 不過我也很想說 其實 他好像有點飄飄然 會不會自己已經覺得 但是我很在高位 用我高位的這個感覺 去跟大家說話 難怪我們不明白 因為太高了 那就不明白了 正如一件事 我怎麼會明白到 這麼貴的會籍 是不是 只是拿來 你們是娛樂的 我理解不了的 因為我們這些 對比來說就是乞丐 所以說了 所以真的很難理解的 貼避一點才行 你有些事情 真是令到我們市民方便 你就不要出聲 說真的 用多少年都好了 是不是 不是這個藉口 記住 拖慢香港的科技發展 絕對不是這個問題 是一直都有問題 根本就沒有做到 拖什麼鬼的 真心說 有什麼科技 我們香港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做到微信師傅 沒有的 最終什麼都沒有的 那怎麼算是科技呢 麻煩你 寶寶仔的事情 唉 有科技員 那你說不如這樣行 全部都不用用 說了真的不明白 究竟他是靠害 還是幫政府呢 真是做一些好的提議 我看來好像靠害 有多些了 不好意思 要我這麼說 因為我看完這篇文章 我真的不覺得 幫到政府什麼 所以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是啊 起碼差不多 大家不喜歡 我真的是他的名字 但是我們還是有他去說那一句 是不是 沒錯 其實我們看回當年 葉劉要選特首的時候 2017年的時候 在講一月的時候 睡過一些劏房的 就是板間房 他主動睡在有十幾尺的模擬棺材房 了解基層的生活 看完之後 他都指這棺材房的感覺很局促 認為香港作為一個先進的城市 有這些房是一個諷刺 那時候政綱提出 採取新經濟政策要解決貧窮的問題 政府必須善用盈餘 來解決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暗批已經辭任的財政司司長 盛全會參選特首的曾俊華 認為退雷基本法的1807條理解不足 以保守理財自台 將二千億港元的土地基金 所在未來基金 令到本來用於發展土地的開支 不能得以運用 最終影響火的問題 既然這麼關心火問題 也知道我們現在香港市民的需求是甚麼 戈爾夫球場一宗 現在亦旁邊有一宗 那你究竟想有幾宗 我相信李家超特首的時候 其實很快便會發出他的施政報告 亦都是八天期望的施政 是真的做到出來的 最重要的是 不適任的人 像葛蔭舒的校長所說 就是不適合的勇元 便可以辭退 我覺得是適合於任何位置 對嗎?Sky 對 一視同仁 真的很好 對 我們公務員的局長 即那個校長 真的說得不錯 很明白你的國內的情況 真的很好 沒錯 那房間的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了 有一件事 Sky又說很想和大家說的 就是有一個香港市民 在社交平台上 就說 我要移民去英國了 現在我派公屋 那我究竟會不會失去公屋呢? 還是要移民去英國好呢? 就問房委會 可不可以留名 這個問題其實都挺搞笑的 我不知道Sky 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Sky 我聽到覺得很噁心 大哥 每個人就不可以這麼貪心 公屋對於香港人真的很敏感 為什麼?等了很久 但是這位小姐 她就說 這麼巧我想移民 但我就快排到是我了 真的很難取捨 所以她就在Facebook問人 我應該怎麼做啊? 是不是真的完全不可以保留啊? 是不是這樣就可以了? 很多人給了很多資料 到時候你不要告 到你搞了我這些就行了 我有時候覺得 為什麼要問一些網民呢? 你想別人給一些什麼意見來? 給一些 就是狡惑的意見? 因為如果你正常 那你 你就找房儲問了 是吧? 你想可不可以保留嗎? 我覺得這些事情 真的有些問題 這樣去討論 人家教給你 是不是真是很棒的 我又覺得好像是死竅 我始終都覺得 我無理你們什麼原因 在香港現在這麼短短的時候 我覺得你們真的很合理 要交出來的 真的 我現在看到很多新聞 都是關於這件事 執法的人員 我都想說一下 除了這間新聞我看到就是 有試過是拍門 做圍風艦隊 她兩次沒有出來 她就已經說想取消她的戶籍了 你沒有回來 你沒有出現 是吧? 其實都找了很多這些房子回來 但是你們既然這麼想走 那你是何必這麼牽掛呢? 真是很難取捨的 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跟人說 難道人家覺得你是一個 很大的理由嗎? 香港很多人都說去的 很多人都想保留 現在我就想全部都建出來 老實實 因為你這麼久 你還沒搞到 還沒搞到的情況下 我那次都發覺了 看到新的房屋局長 他都找到很多個 是唱片沒有人住的單位 我也覺得 咦?你可以去找這些 急市民所及呢? 我覺得是好事來的 我知道 你建屋也要持續的 那如果這些人這樣說 那些人是自私的 真的 是呀 因為你好像太多選擇 香港連一個選擇都沒有香港的市民 這個是我看完這篇 有一點感受的 你覺得怎麼樣? 大尼先生 有很多的情況是正在發生的 那包括的時候 我知道有些朋友是移居了去內地 那在內地生活又回不了香港 那所以的時候呢 就沒有了一間公屋的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 我就覺得 無論你是移居移民 你沒有辦法回來 是一個著情的處理 如果呢 你是要去申請你自己 要在公屋裡面去住的時候 一切依法辦事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你說你已經移民英國了 你自己說是移民的 那就不應該保留公屋 這是一個最高的原則 如果你說不是的 你在內地避過疫情 而又沒有辦法回來香港 那就應該會怎樣處理呢? 這一點我不知道 我也要問一下有關的 立法會議員或者律師才可以的 我現在說 你現在是移民 去了 你又怕影響你和姐姐 之前聯名申請的公屋 那你就要去想清楚了 你要和另外一半移民英國 至少姐姐留在香港 那這個姐姐 在我派公屋之後 可不可以留下兩個人的名字呢? 那大家知道 如果你不在香港住的時候 當然要取消 到時候再調遷 其實這是最合理的做法 還有 這個是二人單位 還是四人單位 你自己要想一想 看看情況如何 還有 你如果只是去讀書 或者在其他地方工作 你會回來香港 香港也是常居地的 這個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 我覺得 你既然立定決心 如你所說的移民英國 你就放下香港 好好地享受你在英國高電費的生活 應該會過得非常愉快 到時候才考慮 是否回香港至少 如果你是住在公屋的話 就不要拿香港的好處 這一點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而且 這次在英國居住的朋友 都很嚴重 我自己有這樣的看法 總之一切 就依照法律去辦事 那就最好了 就不要霸佔地方 這方面 我覺得 特區政府應該是 有條街拉給大家知道 你的移民是怎樣移民 你如果回內地 你沒有辦法回來香港 是什麼情況 這個可以大家研究一下 我就覺得 就不要一觸光扮一船人 最重要就是檢查清楚 了解一下情況是怎樣的 這就是最好的 是不是阿Skan 是啊 不過我想再重新一點 內地和我們香港 是同一個國家裡面 是很大的分別的 我們回內地 回不來香港 那當然可以著船處理 但是你明明 你已經去到另一個國家 是外國的移民就不一樣 我們回內地不是移民 剛剛啊 所以這裡很清晰 所以大家不要經常覺得 不是啊 回內地 喂 說什麼 內地和我們是一個國家裡面 在大灣區裡面的 一個城市 那怎麼算是移民呢 你們不要斷章取義啊 有些人 你們要移居的 你是脫離了我們中國的了 脫離了香港的了 不要想太多了 不要把別人去內地和香港 這些兩邊走的 扯起來 這樣說很不公道 剛剛說 我也同意 但是我要看法律是怎樣 因為了解整個法律的程序 是很重要的 我們也看到8月份 也有個人在Facebook上 也說他住公屋的朋友 一家四口已經移民了三個月了 那時候大廈兩次強檢 都沒有出現 政府才查出他們已經移民了 這是很搞笑的事情 政府部門之間 不應該互通有無嗎 就是各自為證的 到現在都是這樣 那時候他才把公屋單位收回 那時候 那個樓主就說 連一條後路都沒有了 其實有網友在說 早就應該要收回 人都走了 還在白住房子 現在交給真正需要的人是好事 我自己去看的時候 就是政府執法得力 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如果政府執法得力的話 其實不會那麼多公屋有問題 不會臨到強檢才查出來 其實人民入境事務處 和房屋處防委會 和我們的特區政府 應該很清楚每位香港市民 究竟去了哪裡 離開多久 和有關積金局都應該很知道 究竟那個香港市民是去做些什麼 出入境紀錄完全有了 不做是桌正 負責的單位應該受到嚴查 這方面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好 交給Scan 我當然是認同要嚴查 因為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其實這些事件很久的 之前的特首不做 我都很希望現在的特首會做 真的要嚴查一些 因為已經很缺乏 我都說見過很多單位很急的 是沒有人住 都只是經過 都是沒有人住 其實數量都不少 我已經講過 其實你還沒起到之前 那為什麼不去先收這些呢 你真的上門檢查 你真的查到的 很簡單 你為風強檢 你一是就查到它 根本就沒有人在家 第二 一是就躲起來 都挺好處 但是不可以只靠這件事 我覺得房屋處 為什麼不主動上門去嚇一下門 你坐在寫字樓做什麼呢 我真的去過房屋處 我看到全部都坐在那裡 不覺得他們做過什麼 不覺得的 其實他們是不是養懶人呢 所以我就說政府裡面 都很多湧原 真的坐在那裡 沒有東西做就沒有東西做 說真的 以前 你想想想這麼困難 人家走了 你怎麼會不知道 人家拿了東西走 你還幫他保留 你就是不溝通的問題 現在還沒解決到這個問題 如果我真的很想和特首提一下意見 我很希望他們真的要撿漂亮些 這些位置 不是說話不可以再 好像以前那套的方法 任由它 任由它是不行的 不管是不行的 任何人都是這樣說 是嗎 沒錯 還有的時候部門之間要溝通 我剛才強調的就是 人民入境事務處 應該和房屋委員會 和特區政府 甚至警方各方面都進行溝通 因為李家超特首說過 我們是家響樂 家響樂不是各自為政 這一點是我所關心的 如果有桌正冷靜 或者不做事的人 麻煩立刻去處理 和部門之間的溝通 很重要 很重要 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可樂在我身邊走過 但他不想來 算了 好了 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現在快要20分鐘了 OK Sky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新聞想說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再說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Sky 有沒有 那是國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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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要說 那是國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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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很多國旗 竟然就被我發現 還有人拆路 又有人搞事 開始作迷現在國旗 在國旗 那 가는國家 這件事已一表明至 thinking 很多人 在香港58 真是很不相信 有一些人想作弄事件 沒有什麼事情會做 ��拉 國旗事件事件 回應去抓的 真是很開心 這件事情是否真的要讚 這些人和反對國家有什麼分別呢? 我真的想不到有什麼分別 教都不聽的,所以這次抓得好 還要重一點,我贊成的,不然怎麼倒絕 剛剛的教育Sir,你看到這件事,你覺得怎麼樣? 我同意的,我同意的 還有應該用最高的刑罰,以警校友的 不要說覺得算了,小事 我們好像沒有事發生,這樣絕對不行 我覺得不單止自亂,小事要用重點 還有,特區應該很強硬的執法 對就對,錯就錯 千萬不要覺得我們鄉縣 我們隨便不要搞到社會這麼多紛爭 老實說一句 如果你施政上高,你沒有想著是會得罪人的 你搞錯了,是會得罪人的 你作一件法律的事,你做一件合法的事 實會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有人會覺得是執法過言,或是執法過鬆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一事同 還有,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想一件事 香港需要什麼的社會 你是覺得香港是需要一個法治的社會 還是一個表面上和諧 但大家都不遵守法律的社會 這一點我們要思考和了解 如果大家覺得需要一個 是依法治港的社會 包括我們的中央 很多時候都說 我們會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治港 這句說話就很重要 你有法例,你就用 你不要有法例放在那裡不用 誰人犯法,就拘捕他 就是這麼簡單 有證據,你就拘捕他 他有沒有犯罪 他是不是真的違反了什麼法例 你就等律政,你就等司法,法官去審判 這個很重要 千萬不要覺得我們要和諧 少點做事,對不起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這次國旗的事件 不僅要嚴查 還有重罰 最重要的 以收阻嚇之用 這樣才是最重要的一個 香港可以變成一個平和的地方 因為是最基礎的 這個我個人一點點的公感 加回給你Sky 是啊 因為我覺得真的 少許都不容忍得 這些 因為星星之火可以連要 C哥 可以的話 過得過的又再來 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 網友和市民 真的看到有些人這樣做 就拍下它 真的 因為警察看不到這麼多 是吧 如果是廣大的市民 每個人都有手機 如果多些人去舉報 我們就可以抓到多些人 我覺得警民合作很需要 既然是這樣 大家都很希望 得到一個正常的社會 我們不是要假和諧 我們要真正常 是啊 不是我們蓋住所有的 我不接受蓋住所有的 不是為什麼我們做節目 做節目 我們就是把一些東西牽出來 不是怎麼會大家看到 正如大家蓋住所有的 我們不說 有人知道 葉劉淑儀 那些事 又不知那些什麼 我們的發言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很希望監察政府之餘 是怎樣的 我們 如果做得不好 我們都會自然出聲 不管你是哪位 因為事實上是 難道我選擇說是對的 做不到 這件事情 我們這件事情 是很持平的 所以 我們作為一個時事評論員 會接納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建議 如果大家覺得對還是不對 就給大家一個思考點 但是有關很多事情 我們覺得對 不由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由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是這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相信大家都了解 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 知道應該怎樣做 這就是一樣 而且如果你要去舉報的話 首先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如果有拍攝的時候 千萬不要令自己深陷險境 這是很重要的 我每一次都會提醒網友 看到一些不平的事 首先顧及自己的安全 我當初我出門 2019年出門的時候 我去支持警隊 警隊都說 首先你照顧自己的安全 你照顧自己的安全 就是幫助我們的忙 這一點很重要 到現在深存感恩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Sky 各位觀眾 我們今晚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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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